千欢万唤似出来 大家为何最初会见到 不时片头的片头 原因很简单 历来很多观众都会问 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为何我们还未见到网罪 这个问题终于有网罪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因为后面牵涉到大家有没有空 大家有没有空 你有空我没有空 你我有空你没有空 还要找地方 结果现在我们找到日子 亦都找到地方 所以在此需要和大家公布 日子是2023年5月26日 即是网罪 这个日子我们经过了一定考虑 原因是大家会否有空 要出面Family Day 似乎那天会比较容易唱谈 那天是星期五 地点是哪里呢 就是姚半东的私房菜 具体地点是官藏兴业街明生工业大厦八楼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是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登记的 电话号是92672622 打给这位同事便可以 大家不要当他24才是异线 他都要睡觉 不然会令他晚上 我想他不会听 最好就 正常办公时间 或是办公时间以外麻烦你去PM 收信息 我认为PM可能更好 不容易搞到人家 有些问题他要直接问 比较放心 例如多少钱 多少钱现在未确实 但一定是好钱 大家会觉得稍微贵一点 但我觉得跟陈智凡博士 和其他节目主持人是值得的 还有东哥私房菜是给足料的 给足料的 是 一定没有偷偷搞料的 我们相信大概是七百多元左右 大家就自己决定如何 我再提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都打算 因为疫情 我们的限制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会弄多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今次向遇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希望未来就不要借一场 多些机会和大家接触 人数的上限是40人 因为地方本身再放多些 他们没有位置错 我估计大概三围多 三围多 当晚应该除了我和陈智凡博士之外 应该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例如今早就有Kat 例如青春神秘学的Lawrence 如果她有空 还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是谁呢 既然是神秘 那就不告诉你 另外有抽奖 抽奖是很遗憾 这件事本身是我的错误 因为当时陈智凡博士 她去了英国伦敦时 带了一个 Syphon Hawking的金币 不是金币 而是康山 这个是5年前的 5年前的 那时Syphon Hawking还没有死 她叫我找机会送出去 我认识了一条很刁转的情况 就是我想了一条问题 应该答到可以拿这个奖 结果我想不到这条问题 结果最近我搬了时才找到这些东西 幸好你找到 我觉得如果与大家有互动 就尽量找到东西 给大家抽一下 即是过晚有抽奖的 可能这是头奖吧 不是 这是安卫奖 安卫奖 那台长就赶紧一口吧 这是一个惩罚 当然再想一想 当然尽量找一些有心思的东西 你可否送一本书 送一本书? 要我临时写一本书来送一本书? 要纯印就另外加钱 总之今晚大家就很开心 因为见过这些浪漫主持人 我们整几年都没有办过这些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 可以尽快打电话给92672622 梁锦祥工作室的工人员 有什么疑问呢 我们下次再回答大家 欢迎讨论 又到一科胡 Easter露的时间 我做一些简介 因為上個星期我們講了Openheimer的新的trailer 但是那個背景當時就是蘇聯和美國 就亦步亦趨 有一點像剛才我們講的現在那個能源的 就是新能源的發掘 但是大家要記住 當時的核子危機 事實上對人類造成很大的焦慮 因為大家是不斷升級的 不斷升級的結果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懷疑 就是會不會到有一天大家溶了呢? 所以這個是發展了一個博弈論 博弈論的發展系機 是去嘗試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但是那個就不是我們今天講的話題 而是當時這個鬥大這個情況 是由核彈一路到氫彈 是的 你數回那個時間 1945年就是第一個原子彈 就是第一個原子彈去試爆和試用了 就是拿來去終結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去到這個20世紀40年代尾 還沒完 還沒到1950年 美國就甚至搞了氫彈 就是氫彈就由艾伯特威娜那邊 就弄出來 簡單來說 其實間不中就有觀眾去問 那那些氫彈和普通的核彈有什麼分別呢? 那如果用一個很不完整 但是也很比較全神的方法去講 我就會說 氫彈是一樣你要用核彈才能夠點得著的東西 所以你很容易理解到氫彈一定是更加強的東西來的 強在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氫彈去用到的那種核聚變反應 那個點燃的溫度要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高到一個地步你要用傳統的核彈才能夠達到一個這麼高的溫度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呢? 氫彈就是一個要用核彈幫忙點著的東西 最後你能夠放得越多這些氫的同位素的元素下去 它就能夠引發更加多的這種氫的核聚變爆炸 所以出來的威力也會越大 所以我會說 就是那個氫彈出來的那個當量 那個Yield 那個能量的級數 就比一般的普通用油啊 或者用不元素的原子彈就會更加高 再數遲一點 其實蘇聯當它一知道美國有這個原子彈能力的時候 當然非常震撼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看回1950年代 就是這個蘇聯全力去發展它的核彈和氫彈技術的時代 那原理就很清楚了 具體上的設計和管理上面 才是蘇聯要趕上來的部份 那麼蘇聯落後美國那個製造核彈的進程 其實是只差幾年而已 其實在講的 就是你以一個個位數字的年份 你就看到蘇聯是能夠弄得出一顆東西來追回美國的了 但是當時蘇聯有人滲透了馬克頓的計劃 是啊 甚至乎也借助當時還是所謂的盟國的關係 有一些的知識人員就去互通了 甚至乎你看到二戰後基本上就 基本上長期已經有共產主義勢力在美國那裡滲透了 甚至進去了國務院那裡 但這個就不是今天我們國防 但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你炸什麼呢? 炸在哪裏呢?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先說是不是地底爆過? 地底爆過 海底爆過 海底爆過 還有大氣層爆過 是啊 是啊 甚至乎是 零空不是純粹在山頂裡爆 是說整個放在太空裡爆 扔上去太空裡爆 太空核事嘛 有的 是不是? 好了 你在哪裏爆 哪裏可以最嚇人 你可以選擇很多地方的 OK? 當然你放在地底的威力是最深藏的 放在海底也是威力比較潛藏一些的 但是你如果說放在地面 甚至乎放在太空 威脅的震懾就會大一些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的蛋弄得夠大顆 也是震懾力大一些 整個那個核競賽呢 如果只是說什麼核彈和氫彈的競賽呢 我就會用1960年沙皇炸彈作為一個Benchmark 就是當去到薩克羅夫幫蘇聯 負責做了這個沙皇炸彈 這個是應該人類歷史上爆得最厲害的一個輕彈 英國是爆得最厲害的武器 基本上之後沒有更加厲害的爆過了 那一次的確也是非常震撼世界的 是去到以千公里外的國家 都受到那個衝擊波是爆玻璃的 應該都會是 當然這個污染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這件事本身呢 我們今天講的就不是剛才我們那個introduction 那麼簡單了 就因為曾幾何時呢 他們試過想爆月球的 當然 這個是project A 爆炸月球的 然後那份論文寫得很荒謬傳統的 就是說這個怎麼飛到月球 那而且那個作者 Neil Nard Rival 這個其實我不太懂他的名字 他說現在反而是美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核子物理學家 那麼這件事當時呢 就是不公開的 就是想過這件事 我猜應該沒有爆過的 如果爆了就什麼 沒有爆到 在月球上爆炸彈 但是這件事呢 為什麼我們在很久之前 神秘知是提過了 就是因為呢 其中有份搞這件事的 竟然是靠西根 到今天大家都很奇怪就是 咦他後來做了一個節目 這個宇宙cosmos是一副 就是我們不要介意這個節目講粗口 如果不是這樣不足以形容 他當時那種的光環 那時候是道德糞來的嘛 是啊 但是 他有一種形象就是將科學應該是介紹 做福人類 是老少咸宜的 做福人類的 我們應該人人都要知道的 一種好像傳道者 我記得那個電視片之下 他有呼籲過和平的 但是原來他一個轉身 之前原來他搞了這樣的東西出來 是是支持過這個用核彈炸月球的 所以人就不可以看大表面的 你這麼說吧 你說對於點斯能夠達致和平那裡呢 是不是你完全擺出道德姿態 就能夠達致和平呢 這個大家可以去討論啦 其實你如果看回在前期 整個核子競賽的前期 大家不是真的試過去一直這樣做一個 就是一個升級之後是不會想到那個博弈的效果 就是說呢 當你大家都擁有一個呢 可以按一個鍵毀滅世界能力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亂來 這個叫MAT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但是我相信現在在2023年 這個我覺得 打破了的 打破了 很簡單 我不是說現在美國和蘇聯 和俄羅斯 烏克蘭沒有核彈的 是啊 如果你用我們現在很典型香港人的想法 就是如果在事前 俄羅斯有這麼多核彈 烏克蘭沒有核彈 是沒得打的 所以你應該投降 但是Turn Out不是嘛 Turn Out烏克蘭就和你打了 是 是 因為現在的震懾力 已經不再只是視乎你有幾大顆核彈 而是很講的就是你那顆核彈有幾精準 其實這裡也有一點點這樣的 就是說其實大家慢慢意識到 我們就算你做到沙皇炸彈也好 其實都不代表大家有能力 禁制又毀滅世界 就是只要那場核戰 只要你打得是有限制的時候 或者你用的東西 核的那種輻射量不是很高的時候 你是依然有權去拿著小小核武器 有限度使用來去威脅人 這樣 現在是講這件事情的 你說普京和美國 就是大家鬥定核彈呢 我相信這個可能性極低 但是現在那個一路的講話就是 打下去會不會打核戰呢 就是一個有限度的核戰 有限度的核戰 而且還在講那個精準程度 有幾高的一種核戰 說的是你的攔截能力 和精準打擊能力有幾強 就多於你有幾大顆核彈 來決定你的肌肉有幾厲害 還有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現在不對稱的 這個是Asmatical的戰爭 但是最後你也要考慮一個道德問題的 譬如你對這個沃克蘭斯核彈 你有什麼道德理據去榮樣的 當年美國扔兩顆原子彈去日本 是有一個充分的道德理據 在美國人心目中 是 是 是 但是現在你在這個戰爭裡面 無論說你俄羅斯 要講到自己是怎樣 就是維護自己的那個生存權利 或者正義 你都不能夠輕鬆地 就去扔一顆核彈 下去沃克蘭 下去基庫那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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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考慮不是好像當時想的那麼簡單 不過我們說回這個月球這件事 是 它說爆在哪裏呢 原來都算了 就是一個叫做Terminator Line 這個叫什麼呢 Terminator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做 這個未來戰士 是不是一個地方的代號 我自己都還沒搞清楚 它是這樣的 它就說 月球有一邊是有光的 那一邊是沒有光的 在這條有光與沒有光之間這條線 是 對了 為什麼要選這條線 對了 就是這樣說 最後這個炸月球的計劃沒有付諸實行 你如果問我 我覺得都幾大的道德考量在這裡 你炸了又怎樣 你炸了是不是代表著你威 但是最後你受到那個道德壓力會不會很高呢 我覺得都是不奇的 因為大家很容易覺得這個 外太空的月亮這些是共有的資產 不可以說有誰亂拿來炸的 其實就是 那麼這裡就說回 為什麼要選在那個太陽照到和不照到的地方 中間那條線來炸呢 其實這裡還要加上一個條件的 你炸哪個位可以最容易呢? 給其他國家用最小的儀器去看到 甚至會不會有機會是用肉眼去看到 那麼最好的情況就是 你如果問我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好呢 你想像一下 那個月亮 你當是一個滿月 一個圓形的碟放在你面前 如果它是炸在那個邊邊位的時候 它由那個邊邊位到那個雲的形狀 你就整個橫切面看到了 如果它是 你是看著那個炸彈尾的屁股跌下去的時候 它炸了出來的雲 你看不到 你只看到有一點可能大了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是在旁邊這樣看下去 就是看它旁邊怎麼炒上去呢? 你就會看到最後整個怎麼爆出來 整個蘑菇雲 你都可以看到 其實是在搏這個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要選擇那個 剛好日照到和日照不到 我想還可能加上一個條件就是 最好是後正那個時候 就算不是滿月都接近滿月 然後你拍到出來的效果 你斜斜地看過去 還有光暗反差比較大 你就很容易就這樣拍到看到 比全世界都看得到 就是 講的就真的是一種 就是你問我真的是 純粹為了搞場秀而搞場秀的 我們今天有句形容這個想法 就叫做震懾力 它不是打你 但是震懾到你 不過如果你提到技術上 基本上 當然美國沒有什麼能力去做這件事 首先在想著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是講的連去 都不是說六十年代的那種登月 甚至乎那時候講的 怎樣去派太空人圍繞地球一圈 就是連蘇聯的加加林都贏不了 就是那時候講的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最後似乎覺得就是 就算你後來有個技術做得到 那個收益都不大 就是都沒有什麼好處 就是被你炸到又怎麼樣呢 就是你如果 尤其是當你 蘇聯弄了一個沙皇炸彈之後 你告訴別人你有能力炸月亮 就是你有能力炸月亮 不代表有能力炸莫斯科 是不是 我想很多時候出來那個 計算那條數就是 出來威的不夠多 但是可能受到的譴責更加多 那計算那條數就沒有一件事了 不過我們覺得就不是看這麼簡單的 而是說 當時想到很多 很瘋狂的計算出來 是 我想不止這個的 是很多很多很來 很古靈精怪的東西 那古靈精怪的有個好處就是 你對手想不到 你會做些什麼出來 是吧 但是這件事有一天是蓋住的 一路都是 公元二千年的時候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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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計那條數大約都是 差不多用了五十年時間 就去自然地解密 那樣 那如果你二千年的話 你減回五十年 真的 五十年代 就是說五十年代 想到這條條數出來 那就寫下了這個意思了 是啊 還要在這個蘇聯解體之後 因為如果你不是蘇聯解體 這件事爆出來 那些人又會去 罵這個美國的資本主義 你真是想這麼瘋狂的東西 不過 那你猜蘇聯不會想些很瘋狂的東西 蘇聯也會想些很瘋狂的東西 蘇聯做到的沙皇炸彈已經是很瘋狂的東西 是啊 所以當時 處於一個冷戰的高峰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開始很瘋狂的 是啊 是啊 所以你問我 那種 現在看那個武器競賽那個 那個前居之鑑 我覺得是很大的歷史教訓 你說這個歷史教訓 我想現在我們在重蹈這件事了 是 就是2023年 我們不知道 我們在這裡講的時候 那個戰士又發展到另一個階段 古克蘭又截擊到俄羅斯的高超音速的導彈 其實我想你在第二個節目應該講過這件事 你們講過了沒有? 還沒講的 我先扭一下Larry 是啊 還有他最新消息說 他這次是損毀了美國的外國者導彈 反導彈 損毀了 現在在評估損壞的程度去到哪裡 但是 我想現在大家心裡面 尤其是在歐洲 歐洲人心裡面都在想這個問題 你說瘋起來 普京真的禁了核彈 那接下來會怎樣呢? 萬一他輸了一場仗 他發瘋的時候 那接下來會怎樣呢? 是 其實我們在重蹈回到這個 五十年代冷戰高峰 是啊 是啊 而這次鬥的參數 就不是說核武器的當量 而是說你那件導彈的速度 規避你防禦的能力 就是你看這次為什麼高超音速 和愛國者之間的那個博弈 是這麼受人注意的 就是因為 這種高速度的武器 究竟是你射得快 還是我折得快 那現在的競賽位就出現在在這裏 是重蹈回以前的 只會用另一個形態 但是其實這件事也不是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是 如果假如有一天 中國和美國發生戰爭的時候 那會打一場什麼的戰爭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我已經計算了 現在的戰線你看到都是這些的了 高超音速武器 跟著講人工智能 跟著也都講那些巡航導彈系統 潛艇系統 全方位的了 甚至有些已經在打的 就是假新聞 文宣輿論 這些已經可以說是開戰了 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去講這件事就是一個警惕 就是當時是一個這麼大的壓力底下 這麼大的焦慮 你想這些神經病的事情 幸好沒有做 做了的時候 那會怎麼樣呢 但是幾十年之後 可能又是再想這些神經病的事情 是啊 就是希望大家 都及早吸收這個歷史的教訓 人類是不會懂得吸收歷史的教訓 這個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沒辦法 OK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